她是全网唯一会用山东话口吐芬芳的韩国人 来中国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方言板薄翠 作为一名弟弟道道的韩国姑娘 黎黎自从和山东小伙周昆昆恋爱后 就开始了探索中华美食之旅 在韩国吃惯了泡菜的她第一次走进早鸡 就被五花八门的早餐瘫晃晕了眼 看到韭菜盒子的那一刻就像发现了新大幕 一晚八宝周应是被她喝出了穷江玉露的感觉 路过水果摊时更是双脚被封印在原地 这边刚说一句还没吃过菠萝面 水果摊大妈就热心挑出来一块最大的让她尝尝 虽然韩国人也过元宵节 但由于文化沉淀不够餐桌上永远都是泡菜和饺子 因此当黎黎第一次在山东过元宵节时 就被元宵和汤圆两种东西搞得头晕眼花 而昆昆那为了能给未来儿媳补补补兽巴巴的小身子 更是变着法的一日三餐不重样 每顿饭规格都堪比韩国国宴 今天海鲜聚会明天探考全羊 在婆婆的精心投胃下 黎黎不仅完全变成了中国味 就连山东话也越说越来劲 这不能尝尝吗 齐天 然而随着黎黎粉丝数量不断高涨 许多人也在她的视频中发现了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中她拍摄回韩国参加朋友婚礼的一期视频 近看的众网友忍不住惊呼像极了国内的丧葬现场 作为全球唯一结婚送花圈的国家 韩国可谓是把抄作业只抄一半演绎的淋漓尽致 许多网友在看到网红离离去参加朋友婚礼 站在门口与朋友合影的画面时 都忍不住吐槽被身后的花圈吓了一条 再结合众人一身黑的穿着 乍一看像极了国内白石现场 虽然起源都是来自汉圈文化 但韩国却完全和国内做到了截然相反 不仅朋友结婚喜欢送花圈 就连包份子前的信封也要白色 上面还特意打上黑字 再搭配上一群人穿的黑压压 拿着纸激动流泪的场面 诡异感觉这屏幕都快要喷涌而出 由于两国文化差异太大 韩国姑娘莉莉自从跟着男友来到山东后 也经常会被国内过节时的规模吓到 过中秋节时不仅有各种口味的月饼 家家户户还会齐聚一堂准备一桌子丰盛晚宴 一堆人坐在一起把酒盐欢仰头赏月 而韩国则是在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家族女性受难人 从早上天不亮就要开始准备食物祭祖 忙活半天后家族男性们进祠堂磕头跪拜 跟国内的清明节也有一曲同工之处 虽然在中国过节时拿着菊花扫墓很奇怪 可韩国却把这当成一种文化并向联合国深意中秋节 看得众网友忍不住感慨 真是话虎不成反类却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